居屋定所并不是个好办法 在第二季会员大会后 就积极地筹建会所 在会长萧悦文、黄水顺行政议员 及曾永生政务次长的川真寅现下 在6月中旬向雪州土地发展局申请 巴达林加兰巴拉的两段 面积3750的电屋地 兴建会所 并获得了当局的批准 也以116,650成交 地切期限为99年 由林英华带领的筹建委员会 积极地在研究工作 筹委会更不辞劳苦的南征北伐 到槟城、到比堡、到新加坡等地区 筹建会所基金 终于雪生棚中林中学校友会第一座会所 在1967年3月31日动工了 在同年的7月23日更举行了电机礼 1967年12月3日 雪生棚中林中学校友会的第一座会所竣工 1968年1月7日正式迁入新会所 同年的12月27日 举行新会所落成典礼 更命为棕林大厦 山牙山有绵延不断 远山接近山有 远山接近山有 江条山今盘曾乱崖 咱们步步高升呦 海山蓝飘摇 风光浩游 台路行老多 每个千人中 出后人成梁 云水得四人有 山牙山有 山牙山有绵延不断 金山在古道呦 悠悠闻风 苍名山牙 咱们步步高升呦 旦风如破崖 天翻加油 千千心许多 每个千人中 出后人成梁 古道照颜色呦 太阳光浩游 山牙山有绵延不断 远山皆尽山游 飘飘山今半层暖崖 咱们步步高升游 台山南飘摇 奔光好游 台路行好多 每个天人中 如后人等凉 银水被四人游 山呀山游 绵延不断 金山在古道游 游游温风 苍鸣山呀 咱们步步高升游 探风不过呀 天翻家游 渐渐兴许多 每个天人中 如后人等凉 古道道颜色游 无畏 山皆尽山泳 飘飘山金盘曾乱雅 咱们步步高声哟 彩山蓝飘摇 奔望好游 开路行好多 每个天人咒 如后人等凉 亦随备死人哟 山呀山有 绵延不断 金山载古道哟 悠悠闻风 苍鸣山呀 咱们步步高声哟 攀风无火呀 天安加油 鲜鲜心许多 每个天人中 如后人等凉 古道照颜色哟 大富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碰上了国家经济不景气 由梁浦瑞带领的基金从募委员会 碰上了一关又一关的重重困难 但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27周年会庆晚宴 及台北华新儿腾合唱团 一唱会上共筹的22万令吉的经费 1991年秒 扩建工程亦完成 但是缺乏基本设备 也缺乏基金 唯有按部就班的进行装潢 1992年7月26日 恭请兵州首席部长 徐子庚博士学长 主持中马中林校委会活动中心 落成开幕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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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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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